好 中午是半世紀以來最常 剛才還能意外造就了很多是難得一見的景象 現在菩薩與之下各地是大爆花了 多出很多打卡景點 不只遊客八卦山源源不絕的泉水經典 吸引了特別多的蜜蜂 前來報到排排站河水的景象 然後民眾趕快拿出手機來狂拍 一大群小蜜蜂圍著石舊排排站河水 民眾直呼超級可愛 而蜜蜂喝的可不是普通水 這是八卦山清水岩寺內 數百年的甘露湧泉 他也是要喝一些水來配 這裡比較不會吹湯 狂的蜜蜂也有味道 他比較不會有 過去來這裡喝水的蜜蜂頂多幾十隻 而今年因為降雨少龍眼花大爆發 許多陽風能帶著風箱上山取蜜 來這裡喝水的蜜蜂比以往多了兩三倍 他的蜜蜂也特別多 大英年沒有這麼多的經驗 成群都只有這麼十隻甘露湧 民眾拿起手機擺好姿勢 興奮的排找排不停 位在南投的旺游森林 也因為今年的缺水 濕地乾到變成枯木大草原 有水就漂亮喔 它有倒影 我們有照片 對啊 有倒影很漂亮 跟風景不一樣也是滿漂亮 對比過去的旺游森林 高聳的枯木一根根落在水中 浮現出的倒影 美得就像身處童話故事 但是全台大缺水浪漫的水中倒影 現在已經看不到一點痕跡 過去充滿水必須繞道而行 現在民眾不僅能走進去 還能夠爬上枯木拍照 妄游森林變成難得一見的大草原 另一邊位在埔里的花旗木秘境 也因為缺水促進花朵大爆開 遊客沒有間斷過 還有人席家帶券鋪上野餐店 曬曬太陽 因為缺水中部各地大爆花 多出不少打卡景點 但是大家還是希望能夠天降甘霖 記者威少宇林一鋒 賴文良富麗嘉 彰化南投報導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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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